南华早报的这一篇报道 它现在呢里面提到的是什么 它说解放军现在可以用 它的极数无人机 还有常规弹头飞弹 摧毁一艘美国的巡洋舰 说在最近真的就有做这个电脑模拟 就发现确实如此 而且这个叫中国的火龙飞弹 模拟表明这个出口到阿联酋的飞弹 足以摧毁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 这个火龙48远程火箭弹 它射程360公里 弹头重480公斤 而且还说有部署在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 负责处理台湾海峡周边的冲突 好 先来请教一下帅将军吧 将军跟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实力 这个东西因为它的弹头很重 480公斤 你知道提克康德罗号是万顿级的巡洋舰 它都认为它可以摧毁巡洋舰的话 那航母也可以摧毁 因为巡洋舰的装甲很厚的 所以这个火龙 它好像是连这个用火箭弹就可以发 中国大陆现在黑科技里面 进步最快的是两样东西 这个很老旧的卡丘莎的俄国多关火箭被它弄成这个500公里的火箭炮 那现在把这个火箭的弹头再加大到480 那就分两种 一种一般的火箭炮呢 它就可以摧毁台湾所有跑道啊 基地啊 基库啊 这些东西 这个480呢 这么重的弹头呢 那就针对你海上的大巡舰艇 大巡舰艇啊 那么遭受这个攻击 你能把提克钢德罗号打成的话 航母一定打得成 因为它的爆炸力太大 第二个 火箭炮跟导弹的区别 就是火箭炮弹呢 它是比较便宜 它是这个比较便宜的武器 一颗导弹大概四五百万美金 上千万都有 那这火箭弹呢 就是几十万美金几颗 所以它把火箭炮从对地的 现在延伸到对舰的 那就对美国在 大东南沿海跑来跑去的军舰 美国的军舰就有很大的威胁 我不需要用高级的导弹 我会管火箭弹 这个弹就可以让你一个舰艇 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个对美国经常在 中国大陆旁边巡逸的这些船啊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 这个它已经布置到 东部战区了 不知道东部战区 你想想大陆东南沿海 都有这玩意儿 对 它的射程很远嘛 像原来一般的火箭弹 都400公里到500公里 那它能够会短吗 不会短吗 对 就你的船的威胁就很大 传统的火箭弹对钢甲很厚 装甲很厚的巡洋舰航母 可能没有效果 但是这种超级大的一个弹头 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杀伤 而且这还不算是很贵的 不贵 因为导弹跟火箭弹是有区别的 是 因为它现在北斗卫星的技术提升以后 火箭弹就有导引作用 是 所以你看刚刚其实这个帅将军已经分析了 它这个现在已经部署到东部战区了的话 整个东南这一带的沿海 如果都部署了像这样子的火龙飞弹 那么足以让其他的西方国家 他们的这个船舰如果要再经过的时候 是不是会倍感威胁呢 所以杨老师 所以我们看美国海军第7舰队 伯克级飞弹驱逐舰 还有加拿大海军蒙特罗号 在6月21号晚上 他们放弃通过台湾海峡了 反而是穿过巴士海峡 从东部海域往北去了 哎呦是怎么样 现在觉得经过台湾海峡 都会皮皮剉了是吗 我想主要是这样考虑吧 虽然刚才的那几个就是测试 它一个是电脑模拟测试 一个是火龙480 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测试 只不过是今年再一次的强调 那可是你发布的时间点 跟你要准备通过 如果你要通过台湾海峡 这个时间那么接近 其实那难道你也是一种表态吗 也就是说其实我并不怕 并不担心 你这个在岸上的这种 就是长距离长射程的火箭炮 那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讯息 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一方面避免对方的这个误解 我的这个态度 另外一方面呢 他最近在台湾海峡 我必须要讲台湾海峡 已经变成三种地带了 三种地带 我们台湾把它叫灰色地带 但对大陆 不管是解放军海警 已经变成另外三种地带 一个叫做执法地带 那而且已经接近到 我们的四十多海里 甚至更近 那其实顾力穷 台湾的国防部长都说 所有海里你不要进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而且你进来有威胁 我才把你视为第一级 我才要合比例的 做这个自卫性的回击 那第二个地带是安全地带 也就是他在这边是他安全了 所以那个094才会在台湾海峡 澎湖跟金门中间的航道 浮出航行 2016年就下水的094有六艘 他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 今年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做这个事情 这一定有他的战略意涵 一定有他的讯号 他的讯号一定就是 第一个我把它解读 它视为安全地带 他不再担心这边浮到水面上 会被你攻击 那第二个 他也是一个核威慑 或核威慑 这个是对潘德岗 因为美国 大概最担心最害怕的武器 就是战略 就是这个核动力潜舰 因为他们上面的这个 可以打到美国 不管是巨浪3还是巨浪2 对不对 他只要靠近美国 他就打得到 你如果是巨浪3的话 你在台湾海峡这边打 就打到西岸 所以他一定到处都来盯这个东西 他突然在台湾海峡浮出水面 所以他就表示他在这里很安全 第三种我觉得他认为的地带 其实就是政治跟法律上的意涵 他把它这整个区域视为 一个中国地带 所以执法地带 安全地带 一个中国地带 那在这个区域慢慢地越来越增加他执法航行 以及展现就是武力威责的这些作用 那在这个时间点 这两个船舰怎么敢通过呢 对啊 所以说现在呢当我们在看 美国不断地都是在那边强调说 自己有多厉害多厉害 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的实力 如果从国防军事 刚才我们在谈了 不就是这样会让美国觉得 一直不断地在被这个威胁吗 可是如果讲太空的航太实力 我来请教一下介大使 你看这个NASA 这个波音 明明知道气体外泄 仍然还是发射火箭 进入轨道之后呢 还发生了四次氦气泄漏 一台推进器还被认定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那本来6月13号就要回地球了 但是故障了 怎么办呢 哇两个太空人就被迫滞留超过了整整十天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哎呦那怎么办呢 那难不成还要求助于中方吗 好我们看到之前你看哦 6月5号波音公司星际客机载人首飞成功 是什么 是怕被嫦娥6号给比下去吗 嫦娥6号6月25号都要回来了好吗 然后现在呢你看这个波音他们这个太空人被迫滞留超过了十天还不知归期 来请教一下街大使怎么看啊 这真的是越来越落差啊 对其实美国这个整个航太的它的这个能力看起来是在衰退的状态 并不是表示说甚至衰退到大家怀疑到1969年那个登月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对啊 那时候你看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多少年了 已经差不多快半个世纪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晚上在那边守在电视机上看那个美国阿姆斯壮登陆月球的时候 那全台湾人都在都在电视机旁边都在看啊 我就记得阿姆斯壮脚踏下去那个脚印 然后那个太空靴好大一个脚印 然后他用了一句名言 这是我的一小步 可是是人类的一大步 对这个那个是震惊全世界啊 那时候美国如日中天啊 怎么搞50年以后 他把人送去了就接不回来了 老天啊 很危险 非常危险啊 他在那个太空站滞留10天啊 对不对那怎么接回来啊 他在那边坐摊 坐摊啊 对万一水没有水没凉 那不是饿死在上面了吗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 就是说这个就跟清朝的时候 同样是大清朝 哇那个时候康熙的时候 对不对 顺治的时候开疆辟 那个多尔滚的时候 那多那个武功文字多那个 甚至乾隆的时候 你看他打那个大小金川啊 就是现在今天的那个大小合作啊 也就是对南疆用武啊 那个战力有多强 是啊 那你到了他那个 到同志以后啊 对不对 那到了光绪 到了宣童 那完全不是一个样了 同样是大清朝 所以同样是美国 也有盛美 中美跟后美 他现在已经后期了 所以呢 中国大陆事实上 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我最近看到一个 网路上的一个段子 就特别讲中国大陆 这个航天科技的这个 其实他们从虚无的起步开始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跟美国啊 要求啊一起上你的太空站 拒绝 然后分享科技拒绝 然后呢 这个一系列的被美国拒绝 被欧美拒绝 全部自力跟上 那现在这个天宫号 你看那个天宫号里面的 它整个的内装 是最现代化的 非常干净 那都是一个怎么样 一个模组 模组装上去 那都是新的啊 最新的 你去看那个联合号太空船 那里面那个线路啊 哇一乱成一团啊 那用了三四十年的东西 你看那个差距多大 是 那个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不怕落后 只要你能够好 下定决心 下定目标好 不断地往前走啊 那迟早就赶上 而且中国大陆 我觉得现在 航天技术上是超越啊 最近在月球背面的 整个这个登陆采样回来啊 这个东西 它在月球 要进入到月球的轨道 那个中间要有个转换过程 它一共有九个到十道的工序啊 那个都是要精准地计算 而且要非常非常精准 那我觉得终于大陆出了一口气 就是说 我这是挖到的东西 就不给你美国 你来要也不给你 只要你当初不给我 是 所以真的是 不可同日而语了 金飞席笔的美国 以前我们在讲波音 都觉得说波音真的是很厉害 是在航空界真的首屈一直 可是现在你听到波音 你敢坐它的飞机吗 吓都吓坏了 你看波音1.2万米高空 挡风玻璃多处破裂 机组员下坏返航 还有大韩航空骤降6000公尺 氧气罩落下 旅客流鼻血 生死瞬间画面曝光 也是波音的飞机又出事了 好但是呢真的 有的时候要颠颠自己的分量 要搞清楚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我们的处境 究竟是如何来看待 杨老师我们来讲 上个星期我们才看大陆现在新规 要严惩台独 结果呢 赖清德他说的话 还有林又昌他说的话 分别是说了什么呢 赖清德现在说 不管台湾派中华民国派 中华民国台湾 在中国的眼中 通通都是台独啦 只有一个政党不是台独 那就是统促党 所以除了统促党之外 通通都是台独 这是他讲 林又昌现在还说 如果去问国民党 包括朱立伦等等 假使这些人认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那他们也是中共认定的台独分子 这些人现在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诠释 老师怎么看 赖清德讲话真无耻 无耻 他把大家要拖下水 你自己台独 你自己有本事 你在过去当行政院长的时候都这么讲 现在你为什么不敢坚持 你在两个字词当中 你在就职演说 你满月的记者会 你都讲两国论 对不对 而且我必须要讲 美国其实都没有表态 你说第一次 他的就职演说的时候 大家还帮美国讲话说 美国可能 没有看到完整的版本 只有几段 美国人的中文可能不懂 他被骗了 结果他满月记者会照讲 那你美国呢 美国现在派两个助亲来 跟台湾讨论2758号 所以美国其实支持两国论 不管是两个中国还是一中一台 他当然是在讲一中一台 那你赖清德有没有guts呢 你既然美国都要来支持你 你干脆自己讲 为什么拖大家下水呢 是不是 真的要去打仗的是 所有的人都要陪你打仗吗 你又这样更糟糕 是不是 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就宪法而言 本来就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们双方都这个主权 其实是交 这个等于是有交错的 因此呢 才需要去建构一个概念 那就是九二共识嘛 对不对 结果你把九二共识给抛掉 你要抱着那个自以为是的 就是说你认为台独 就等于中华民国宪法这种三段论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他根本就是完全的给你搞认知战 完全的把现实跟实际的这个情况 去做混淆 我觉得他而且知道他撑不下去 他才会这么讲 否则他如果撑得下去的话 其实他就不需要去把大家都拖下水 是啊 而且像林又昌您刚刚也讲了嘛 林又昌还说 我们这些选中华民国总统的人 也都会被认定是台独耶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是啊 那问题是央视这边也讲很清楚啊 这个内容有宽有言 这个针对极少数 提醒民众注意与台独势力的来往 所以是极少数啊 是 台独是极少数不是吗 没错 结果现在他们还要把所有的人 你真正认同中华民国宪法的 其实你就是认同中国的 你就是认同一个中国 你认同九二共识的 这些道理跟原则都是一致的 而且要大声讲出来的 我觉得其实现在赖清德在 跟林又昌在搞 就是把所有东西 你讲到台湾 讲到中华民国 讲到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一个东西台独 对不对 所以你跟我一样 对啊 我要死你一定先死 你也跟我一起死 对不对 反正我儿子在国外嘛 对不对 所以啊 现在他是怕了是不是 这个大陆不能去 港澳不能去 还有好多的国家 你可能都要想一想不要去啊 好所以呢这个到时候 真的还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 帮助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喔 快点购618 狂欢年中庆 超啥优惠等你来拿 全场购物最高想10%回馈 还可用100元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赶快加入抢购行列 并输入推荐码 想更多折扣喔